第八百八十七集 半炷香之后 张叶突然出道 刀光一闪 一道玄傲的线条 已经被抹去 玉戎天女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她等待着张叶出丑 但等待了一阵 她的神色变了 她发现 战剑果然没有发出消息了 也就是说 张叶果然把相关的阵法 毁掉了 这怎么可能呢 玉戎天女看着张叶 张叶脸色平静 仿佛一切都在她的意料之中 这种淡定从容的神态 玉戎天女只从半部 天尊长辈身上看到过 但现在 却出现在了张叶的身上 玉戎天女忍不住了 说道 喂 这艘战剑上面的阵法 至少有十万个 你是怎么找到 发出信息的阵法的 张叶瞟了她一眼 淡淡地说道 这个你无需知道 控制好战剑 飞快点 玉戎天女看着张叶 忽然一笑 你想乘坐我这次战剑 逃离恒云山 这是不可能的 首先 你斩杀了 洛日谷的血污公子 和烈日风的正阳公子 洛日谷和烈日风的半部天尊 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其次 你劫持了本姑娘 我们苏家也不会放过你的 不如这样 你把辟血汁交给本姑娘 本姑娘大发善心 把你送出恒云山 张叶说道 我不杀你 是因为这艘战剑 乃是办不到期 计恋起来需要一些时间 你再啰嗦 我就不客气了 羽绒天女不敢出声 全力催动战剑 战剑速度越来越快 随着战剑的速度越来越快 羽绒天女心中暗暗欢喜 她在不知不觉间 控制着战剑的飞行方向 让战剑绕了一个弯 重新朝着恒云山伸出而去 她的举动乃是极其隐蔽的 很难观察得到 再加上张叶刚刚来到原界 对原界的气息还不够熟悉 完全没有发觉到 战剑的飞行方向正在改变 三个时辰之后 战剑刚刚飞过一片大湖 原方的虚空突然一暗 一个灰衣老者站立在虚空之中 羽绒天女摇摇看到这个灰衣老者 心里瞪是大喜 这个灰衣老者乃是苏家的一位客亲 名叫剑老 剑老修炼的是剑道 只攻不守 一往无前 战斗力深不可测 斩杀同街轻而易举 剑老出手之下 张叶肯定要完蛋了 玉绒天女暗暗欢喜见 剑老的意念已经遥遥而尽 阁下 你速速离开战剑 束手就擒 老夫可以饶你一命 张叶神色平静无波 直接一刀 刀光闪起 宁丽在虚空之中的剑老 眼神之中闪过一丝恐惧之色 一个眨眼的时间之后 剑老的身躯骤然分成两半 从虚空之中掉下来 啊 玉绒天女眼口尽叫 她万万想不到 实力高深莫测的剑老 居然被一刀斩杀了 看张叶出手的样子 就像是一头大象 踩死了一只小蚂蚁 战剑继续飞行 半炸箱之后 又有两个人拦在前方 这两个人 身躯枯手 但他们站立在虚空之中 却给人一种冲涩虚空 巨大无朋的感觉 玉绒天女一眼看去 立即就知道来人的身份 来人也是苏家的客亲 这是一对孪生兄弟 道号黑白尊者 黑白尊者的修为 都是法道九重天锋 两人遇敌至今 都是并肩而上 两人乃是孪生兄弟 心意相通 联手对敌之下 战斗力整整提升十倍 普通的法道九重天锋 在这两个人的面前 就像是小蚂蚁一般的脆弱 即使面对半步天尊 两人也可以抵挡两三招 黑白尊者肯定可以拦下张燕 玉绒天女暗暗兴奋 这可惜他高兴得太早了 黑白尊者还没有出生 刀光已经一闪 然后黑白尊者就被斩成了四戒 两个实力强横无比的尊者 一个照面之间就被张燕给斩杀了 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 眼看着黑白尊者被斩杀 玉绒天女忍不住惊呼起来 结结巴巴地说道 你这是什么刀法 你是如何办到的 张燕的目光 张燕的目光冷冷地扫过来 玉绒天女感觉到张燕的杀精 心中一惊 她修炼的功法极为古怪 心头大惊之下 并没有花容失色 相反显得楚楚可怜 欲欲发动人 就算是铁人箭了 也要心软 张燕视若不见 缓缓地说道 这艘战舰乃至半步到齐 飞行速度之快 不在普通的半步尊者之下 在这种高速飞行之下 居然连续有人出现在前方拦截 必然有问题 看来 你控制战舰的时候 偷偷地改变了方向 飞入了你们苏家的地盘 玉绒天女心里暗角不妙 她确实是控制着战舰 飞入了苏家的地盘 也只有飞到苏家的地盘之上 这些客轻才能够进行拦截 否则 就算是半步天尊 也很难拦截这艘战舰 她以为 张叶至少也要 一天之后才能觉察 没想到 仅仅是三个时辰 张叶就已经觉察到了 她的小动作 现在 她已经感觉到 张叶的森森杀意了 刀光骤然一闪 玉绒天女尖叫一声 一只手捂住自己的脸 另一只手捂住自己的肚子 死可以死 但不能死得太难看 如果被一刀斩成两半 五脏六腑哗啦地掉出来 血流一地 这就太难看了 所以一定要捂住肚子 等待了好一会儿 玉绒天女发现 死亡并没有到来 她依然活着 嗯 张叶的声音响起 向来平静如深渊的眼神 掠过一丝惊疑之色 玉绒天女睁开眼 只见自己的身躯之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现了一层浓郁的光芒 这层浓郁的光芒 虽然只有薄薄的一层 但却给人一种坚固之际 永恒存在的感觉 正是这层光芒 把张叶的刀打住 让她逃过了一劫 张叶冷冷地看了 玉绒天女一眼 说道 你们苏家倒是不简单 居然拥有天尊炼制的 护身玉符 算你命大 张叶收起刀 放弃了斩杀 张叶是不得不放弃了斩杀 他敏锐地感觉到 玉胡天女身上的 护身符 隐形间 蕴含着一种可怕的力量 这种力量如果爆发出来 后果难惜预测 天尊的强大 张叶是深有体会的 在没有把握之前 张叶绝不会轻举妄动 玉绒天女见自己没有死 一阵高兴 她虽然不怕死 但能够捡回一条小命 还是值得高兴的 尤其是 她看到张叶郁闷的样子 心里就更高兴了 张叶瞪了一眼 命令道 立即改变方向 再动什么小动作 就算你身上有天尊的护身符 也保不住你 玉绒天女这下 再也不敢动小心思了 张叶这个人冷酷无情 想杀就杀 他一向对自己的容貌极有信心 但张叶毫不犹豫地就下手 面对这种人 他就算是装出楚楚可怜的样子 也是没有用的 老老实实地听从命令 才能少吃苦头 这个时候调转方向 已经迟了 爹现在闭关了 但娘并没有闭关 以娘的智慧 肯定知道我出了问题 肯定会派出强者来拦截的 这个可恶的人族修炼者 绝对跑不了的 玉绒天女心里想着 吊转方向 继续飞行 正如玉绒天女所料 苏家显然意识到了什么 很快又有强者出来拦截了 这是一个法道九重巅峰大尊者 只可惜 张叶一刀斩去 就斩成了两截 接下来拦截战舰的人 一波波出现 这些人修为最浅的 都是法道九重出境 而修为最高深的 乃是几个修炼了 几千年的老家伙 战斗力深不可测 但无论对手是谁 张叶都是一刀解决 十数波之后 一个强大的人物出现了 这个强大的人物 乃是苏家的第二客情 名叫血枪尊者 血枪尊者 隐心间 已经窥视到半步天尊的门槛 战斗力极其强盒 玉绒天女小时候 就曾经向血枪尊者 请教过枪法 但很可惜 这么一个强大的人物 居然被张叶 一刀斩杀了 无论是谁 都一刀斩杀 张叶的强大 让玉绒天女心头 越来越沉 为了拦截张叶 苏家损失的强者太多了 他现在只希望有半步天尊出手 半步天尊以下的任务 都是来送死 战舰在击飞 这艘战舰乃是玉绒天女的作家 颇为不凡 他虽然不能腾挪空间 但却可以不断地压缩空间 大大的加快飞行速度 飞行的速度虽然快 但张叶的心里明白 自己现在依然处于危险之中 玉绒天女的身上 有着一块天尊级的护身符 这就意味着 他背后的家族 很可能有天尊级的巨部 这种天尊级的人物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手的 但万一出手 他就极其危险了 退一步说 即使是半步天尊出手 也会很麻烦 他有把握抗衡半步天尊 但没把握斩杀半步天尊 张叶现在有两个打算 第一个打算 熟悉这艘战舰 然后亲自控制这艘战舰 至于玉绒天女 既然杀不得 直接扔出战舰就可以了 第二个打算 找到一个中型或者是大型的城池 利用传送阵法离开恒云山 战舰速度虽然快 但这种半步道气级别的战舰 在元界之中只能压缩空间 却无法破开空间 对比之下 元界的传送阵法可以破开空间 速度比战舰要快得多 张叶默默地推演着 玉绒天女默默地控制着 三天之后 一道浩瀚之急的意志 突然卷来 这道浩瀚的意志 有着一种无法形容的危能 似乎一切的空间 一切的时间都无法拦截 她想到哪里 就可以到哪里 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在极短的时间里 这道浩瀚意志 竟然透过了战舰的重重防御 直接钻入到了战舰之中 化成了一个 徐发皆白 赫背归行的老者 老者目光一闪 见到玉绒天女 微微松了一口气 说道 玉绒 你没事吧 玉绒天女见到脑争 心头邓时大心 急着张言 叫道 三老祖 我没事 快快把这个家伙 亲拿下来 我要审问审问他 他的战斗力非常强大 可以轻松斩杀 法道九重巅峰强者 身上肯定有着什么秘密 玉绒天女现在 已经是完全放心了 这个老者 虽然只是一道意志 但 这是一个半步天尊的意志 半步天尊的一律意志 足可以斩杀张言了 有了三老祖坐镇 他完全不用担心什么 可以轻轻松松地 拿回辟邪之 再慢慢地审问张言 老者微微点头 目光偷到张言身上 淡淡道 小辈 你竟敢劫持我们苏家的人 好大的胆子 老夫也不想出手 你自会修为吧 半步天尊 就是这么霸道 在半步天尊的眼中 任何的法道尊者 都是娄蚁般的人物 他们轻轻松松 一个眼神就可以抹杀 根本不用出手 张言默然出刀 刀光闪起 老者猛然间 感觉到一种危险 他惊怒道 小辈 你还敢出手 话还没有说完 刀光已经斩到了老者身上 老者猛然间 被斩成了两半 最近如同青烟一般 消失在战前之中 啊 于荣天狱忍不住 惊叫一声 瞪着张言 像是在打量一头怪物 他知道 张言非常厉害 非常强大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 张言会强大到这种地步 半步天尊的意志 都可以轻松地斩杀 一刀就斩了三老祖的意志 这个人的战斗力 真是强横的无边了 不过 三老祖的意志 能够降临到这里 这就说明 三老祖距离这里并不远 只需要挤住箱的时间 就可以追上来了 到时候 看这个家伙死不死 于荣天狱想到这里 神色变得轻松起来 他偷偷地看了一眼张言 却发现张言 再一次盘膝坐下 脸容平静 没有一丝一毫的紧张 于荣天狱这时候 倒是暗暗地佩服了起来 眼看强敌就要追上来 依然能够保持着平静 这种心态 真是令人惊慨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